开心庆生却是乐极生悲 有一群义工团员 2021年到花莲民宿举办庆生会 其中有一名陈姓男子就拿着鸡带 用力敲打女寿星的头顶 导致对方脑震荡 肌肉拉伤 愤而提告 求偿135万 而日前法院的判决结果出炉了 民事赔偿4万多 但是在刑事的部分 二审判决陈姓男子之意30天 得一颗罚金3万块 均不得再上诉 不少人晉升会出奇招 想让寿星留下难忘的回忆 但却有人玩过头 拿鸡蛋砸寿星头顶 意外砸到对方脑部受伤 进了医院 用鸡蛋砸 竟然砸到脑震荡 太确定是不是有砸到重要的部位 鸡蛋竟有如此杀伤力 民众直呼太危险 时间回溯到2021年4月 某一工团前往花莲某间民宿 举办庆生会时 其中一名陈姓男子拿着鸡蛋 用力敲女寿星的头 导致这名女子脑震荡 肌肉拉伤 声称一年无法工作 份额提高 求偿135万元 包含12个月的薪资 精神赔偿 以及其他医疗费用 审理史法院认为 由于诊断书 没有写女子 因伤不能工作 因此求偿 12个月的薪资 被打了回票 精神赔偿 删到变3万元 加上1万多的医疗支出 保健品等 总共判赔4万多元 至于刑事部分 一审原本依伤害罪 判男子拘役40天 上诉后二胜改判30天 得医科罚金3万元 均不得再上诉 之前就是有跟朋友 去公园的时候 用那个绳子 把你绑在那种公园的柱子上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就丢你水球 那我觉得那感受蛮不好的 那鸡蛋砸人 砸到罚院间 这回朋友也当不成 庆生花样多 但千万别玩过头 以免乐极生悲 接着陈丁爷 欢迎报道 加盟日本牛角烧肉 还自创多个品牌的 竭力餐饮集团 7月底吴玉锦关门倒闭 原来是因为母公司 五户集团底下的龙海事业 违法贩售契约商品 涉嫌非法吸金220亿 初步估计 全台湾有将近 2万名的受害者 如今也成立了自救会 前往高雄总部陈琴 总裁陈秋白现身 也爆发了冲突 场面相当火爆 一群人你推我几 说什么都不能让人给跑了 炒成一团止不住怒火 全都指向中间 证明一头短发身穿 身蓝色上衣妇人 被保全团团包围 趁机逃离现场 抗议群众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路追出去爆发冲突 无爱有必要的动作 就怕危险 原警也加入战局 场面火爆一片混乱 保全更直接死堵在门口 争取时间 原地崩溃 辛苦积蓄就这么没了 原来在保全保护下逃走的 是五户集团总裁陈秋白 他底下的子公司龙海事业 涉嫌非法吸金220亿 我真的没有必要去 未定痛苦失身 就是因为买了龙海贩卖的 契约商品 现在不但没有当初说的利息 还血本无归 他就用这个商品 现在目前都是只有一年请 给我们一些奖励 当然不甘愿啊 五户集团26年前 在高雄以生命理义起家 随后成立龙海生活事业 推出安养照护 不过4年前 因涉嫌违反银行法 重判总裁 陈秋白10年6个月 没少到之后 又另起罗灶 以另一种储蓄契约 继续骗 全台将近2万名受害者 如今连带加盟 牛角烧肉子公司 竭力餐饮集团 也在7月底一同倒闭 我会接受最严厉的 要五户集团讲清楚 就判司法还给数以万计 破碎家庭 一个公道 接着高雄做不到 大五轮沙滩 在上周六一天之内 发生了三起溺斃事件 基隆市长谢国良 在今天是在市议会 临时会议上报告此事 数度哽咽 更点明交通部北关处 至今没有表达关切之意 要厘清相关责任 但是北关处反驳 这个地区的沙滩 一直都是基隆市府管理 而12号当天傍晚 妇女落水时的 救援画面也曝光了 目前的民众跟救生员 冒着大浪出海救人 很可惜只救回了小女孩 基隆大五轮沙滩 12号酿三死意外 惊险救援画面也曝光 一波一波大浪拍打上岸 救生员冒险出海救人 眼看浪越来越大 还导致救生艇翻船 不远处则有一名女童 在海上漂浮 连募及民众也下水帮忙救援 只不过女童虽然幸运获救 但她的父亲被救起 送医后仍宣告不至 如果民众能够在 警戒线内吸水的话 我想应该就会有 一个比较安全的座 14号上午基隆市议会召开临时会 谢国良在议会上数度哽咽 难以悲伤情绪 更剑指北关处事发 至今都没有人来关心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由 基隆市在我们这边在管理 并没有所谓的营交接管 来我们北关处之后 再委托他们管理的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 持续关心这件事情 一日内大五轮三起逆弊案 伤痛撕裂着家属的心 北关处是否有连带责任 谢国良强调一定会加以厘清 为了防止汉市再上演 是否已着手针对海域规划 进行检调改善 确认安全无虑后 才会重新拆除警戒线 并协商沙滩开放时间 这才是很激动报道 台中龚老平拥有宽广的夜景 号称是风源人的阳明山 但是暑假一到 几乎每天晚上 都有机车族聚集飙车 警车多次巡逻到场驱赶 但是呢机车族似乎没有在怕 依旧是每天上山 炸街狂飙 吵得当地的民众不得安宁 甚至还有人自备大声工 负责把风行径相当嚣 机车族大半夜半车去 看到警车来了 跑给警察追 远景于民众上演 你追我跑炸街狂飙 甚至还有人有备而来 拿出大声工负责把风 有任何风吹炒动 随时广播行径超嚣张 动不动就二三十台 还在那里轮杠 他们都是一群一群 他们有可能有互相有那个赖 下面的人都说警察来了 上面的人都要注意了 台中工老萍号称风源人的阳明山 是著名的约会胜地 暑假一道几乎每天晚上 都有机车族聚集飙车看夜景 排气管经火改装 轰隆声响吵了民众不得安宁 忘了笑成这就是工老萍的日常 很吵啊 可能在下面就已经听到 演唱的声音在上面 警方表示从七月开始 每天晚间都有增派情务上乡巡逻 截至目前为止 造型车取缔631件 无照驾驶196件 超出169件 但机车族似乎每次怕 照样每天上山飙车 绕人气梦 警方将持续增派情励 取缔违规 记者 陈彰宏洪杰明 台中 唱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